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小S徐希蒂与蔡康永主持的康熙来了前年收摊,让不少死忠粉丝直呼可惜,上个月两人正式将在搭档合作新节目坦白吧。 花花世界,昨天传出该节目单集制作费高达6000万台币,简直是当年康熙的120倍,工作人员甚至多达100多人, 目前规划一季时集,每集播出一小时,制作人B2陈燕铭透露,节目内容将曝光大明星的日常手机消费及发票明戏,让观众已亏议人们私下消费生活。 至于来宾,B2保证,都是大咖子,包括林志玲和大S老公汪小飞都在受邀名单中,预计最快本月底或下月初就会在北京首录,台湾播出平台则尚未底定。 小S先前主持姐姐好饿,传出一级主持酬劳高达480万,是她主持康熙的40倍,B2也被问到这次小S主持费拿多少,她表示无法透露详细数字,仅说和姐姐好饿的价码差不多。 蔡康永,又,肖S,左,将合体开新节目。 资料照,记者照事讯设,蔡康永,又,肖S,左,日前出席新节目记者会。 翻设自微博。